嘿,我的臭宝们,一个男孩呢,熟练着卖着家里种的菜,而他的身后呢,停着一个三轮车,车上呢,躺着正是他的父亲,这是一个怎样的家庭呢? 这个孩子呢,名字叫小豪,他的爸爸呢,在2015年呢,因为一场车祸,高位劫瘫了。 当年呢,为了给爸爸治病啊,家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,还欠了亲戚朋友呢,一大堆的钱。 家里的长辈呢,因此也病倒了,生活的重担呢,一下子全压在了男孩的妈妈身上。 这些年呢,妈妈一直靠着打零工,养活一家人,而从五岁开始呢,小男孩就跟着妈妈,学着怎么照顾爸爸。 今年呢,十二岁了,他已经呢,整整照顾了爸爸七年,他熟练的帮瘫痪在床的爸爸呢,翻身,喂饭。 天气好的时候呢,小豪还会推着爸爸的病床呢,出门晒太阳,透透气。 小小的他呢,大大的病床,这个画面呢,真的让人看了忍不住落泪。 他本应该呢,无忧无虑的读书,却用那稚嫩的肩膀呢,扛起了不幸的家庭,照顾呢,瘫痪在床的爸爸,体贴呢,辛勤持家的妈妈。 他把责任呢,扛在了肩上,把亲情呢,放在了心里。 即便在如此的困境中呢,小豪的学习也从没落下,一直都是班里的前几名,家里满墙的奖状呢,大都是他的。 他说呢,将来想当医生,不仅呢,要帮助爸爸看病啊,还要帮助更多人看病。 都说呢,久病从前无孝子,可这个孩子呢,用实际行动呢,给很多成年人呢,上了一课。 这家人呢,父慈子孝,都在为了对方呢,默默付出。 真希望呢,他们能早日过上好日子啊。 大家有什么看法,快来跟我一起讨论吧,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